弄个手套 不管是用热水通水管 还是更换水龙头 水电类的影片 在影音平台大幅崛起 点阅率不少都是以万起跳 甚至还有百万观看的 跟大环境缺功 息息相关 也要求不要人管 那宁可做外送 像大家反而是 讨论外送的薪水的 拍影片教学赚点阅率 也赚到来客数 像是这位周老板 就因为拍了影片 来客数增加三成 尤其是实验抽油烟机影片 使商品跟着热门 水电装潢装修然后工程 因为大学普及化了以后 其实我们的蓝领的阶级 就非常低 非常少人做 所以就整个全台湾都缺功 做自媒体 尤其现在短营当道 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你必须要马上看出成效 所以这些装潢业 是马上就可以在影像里面看出成效的 水电工前景看窍 但当下处境是催没人 想更换卫浴或厨房设备的民众 都要排队等上一星期 再加上费用也不一定清零 最主要是说我们出门就是有一个基本工资 那大概也没有说联合统一 但是如果说现在像台北市的话 你一出门你停车就很不方便了 尤其你叫我去台北车站 你要找个地方停机车汽车 不小心还会被开罚单 所以有时候难去的地方也不见得喜欢去 那我们出门一趟 大概也是多抓个一千块左右 一般来说出班费用五百至一千 加上材料费百元以上 换一次花六百跑不掉 而根据了解冷气清洗 一台约两千五到三千五 更换一只水龙头工资约一千八百元 关于水管和马桶问题教修服务 如果是水管不通 价格落在两千五到三千元 马桶不通则约三千五到四千二 热水器的教修服务 像是更换瓦斯热水器 一次就要价大约一万七到两万五 其中简易的水龙头马桶问题 不少民众干脆自己当起水电工 能省则省 外面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 师傅一出门就是要五百 可是才要另外算 然后能不能一次解决也不一定 就是很多的位置 然后金额又高 其实我有试着找过 因为其实女生也没有那么 真的那么想要自己什么都自己来 可是我找了很久 然后师傅很难约 然后真的约到了一次 后来他就临时就放我鸽子 然后我就真的 就是有点忍不住 我就有点生气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马桶水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们一边冲水后 你发现冲水后 有没有 全是 连锁DIY居家业者也观察到市场需求转变 嗅到这股缺工带来的商机 开办起免费讲座现场教学 这是马桶水箱的进水器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螺丁鬆开 它就是可以整个拉起来了 从马桶类型结构零件 到漏水滴水淹水问题一一讲解 意外带动业绩跟着成长 大部分的民众以前不敢自行弄的话 他是第一个他不太会选择 那第二个他可能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也不会安装 所以他会委托外面去安装 那外面去安装可能费用也会很贵 打开连锁通路销售排行榜 马桶零件中第一名是新型纸水皮 第二名则是传统型第三名则是马桶水箱把手 除了第一名材料费破百 另外两项都只要四十二元 相较水电工六百元的出班费 省下了近四五百块 很多客人他会买相关的工具 比如说他马桶水箱的配件 那我们之前开过水龙头更换的课程 水龙头的配件 那避来检疫的涂刷 他也会买油漆相关的工具 那甚至我刚才有使用到的工具的把手 他们都会相关的状态 所以整体的话其实有带动业绩成长 大概就是跟去年相比 大概就是有两位数的成长 我们有发现 北部就是反而在居家隔热的部分的课程 反而比中南部更受欢迎 那南部反而是在就是 比如说除湿机怎么使用 日常怎么使用或是保养 比北部就是更有人气 薛公让水电工跟着热门 尽管民众卷起衣袖 靠自己检疫修理 但不能修的还是得等工班拨出时间 早已是卖房市场 也让这个产业未来充满想象空间 by bwd6